蓝楼中坐着二十几个太学院的学生 因卢志在 所以并没有像另外三楼中太学院学生一样 喳喳地交谈长孙希的得胜 而是很规矩地坐着较为安静 卢志伸手取过了他岸上的茶杯 带着别样的笑意对他道 这奇异一笔对我来说输赢并不重要 一语听出他话里有话 稍作思量后 刚想到一种可能 就见他将茶杯重新放在了自己面前的岸上 他不经意地一瞄 却见那半杯茶水的底部 清清楚楚地沉淀着两颗银白的棋子 卢志将他两眼圆瞪的模样看在眼里 并没有在人多嘴杂的地方 就那两颗棋子做何解释 一语从惊讶中回神之后 再仰头 看向站在梅楼香廊上 手持木刻的长孙希时 眼神在瞬间变得复杂起来 最优和最差都宣布后 官笔众人纷纷离席 还有摄 算 礼 三项笔试 太学院已经包揽了四块木刻 书学院和四门学院各一块 还有两院一块未得 各原博士和学生们的心情 也因木刻的多少有所不同 今日卢氏和成夫人都没有来关笔 待楼中众人散见 程晓凤便提议说 四人一起去用饭 下午再回城府去练剑 这个提议被卢志毫不犹豫地推掉了 一月安抚未成 程晓凤最后生气地领着程晓湖走了 蓝楼中 一月看着程家兄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 暗叹了一口气 对卢志道 其实一起吃个饭耽误不了什么事 卢志瞥他一眼 真捅他一起回去 你当能练成剑 明日可是射一笔试 就你那半吊子的准头 在笔试前能多射一剑便试一剑 一月不满 什么半吊子准头 我好歹十剑中六七呢 比半吊子多上一两剑呢 卢志懒得同他争论 多一剑少一剑的问题 拿上两人的书袋就要起身离开 一月对最后一局棋上有一问 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裳 让他又坐了回来 将岸上的茶杯推过去 最后一局笔试是怎么回事 茶杯中的两颗白子 若是躺在他们原本该在的位置上 那笔试的结果又当是如何 梳妻子之前不小心碰掉了两颗紫禁袖中 忘记将它们放回去 一月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长孙小姐就没有看见吗 卢志伸手摸着下巴 口气犹豫道 应该是没有看见吧 你们同盘对异 吊子他会看不见 两人坐在数张邪案间 为了能让他们清静地下棋 除了同样在场上的两名最差候选 四周都没人 楼上楼下看不清楚他们的举动 吊子的情况 还有谁能比他们双方更清楚的 长孙兮怎么会没有看见 卢志反问他 若还的是你同人争那块木刻 见到对方掉了紫又收起来 没有往棋盘上放 你会指出来吗 一遇不加思索道 那是自然 他的反应似乎取悦了卢志 他轻笑几声后淡淡地开口 所以我说 他应该没有看到 若是看到了 为何没有指出来 一遇怎么会听不出 他说的是反话 长孙兮肯定是看见他吊子了 却没有指出来 所以不过是那块木刻罢了 卢志这么侧面地向他讲明了这件事 比直接说出来 更让他心里有所感触 客观所讲 长孙兮先前在他面前表现出来的 完全是一个活泼可爱 又样貌精致的小姑娘 他刻意不去联系 他的出身和性情深相 但卢志现在 却让他不得不怀疑 那样几乎完美的一个娇小姐 真的就如同表面 脚线出来的纯净吗 就连性子直爽的程小凤 都能静下来 同他分析道理的时候 这长安城中的公主小姐 少爷公子们 有几个是简单的 其实想一想 长孙兮这么做 又有什么错 故意调子的是卢志 他不过顺水推舟 赢了木客 并不是所有人 都像他那样傻 在事先知道 笔试题目的情况下 还老老实实地参比 刚才被卢志反问 他若遇上调子一事 他回答的 亦是他会做的傻事 暗叹一声 一语突然有些一星阑珊 也不想问卢志 为何要将到手的木客 拱手让与了长孙兮 他站起身对他道 咱们回去吧 小玉 仍坐在席子上的 卢志清唤了一声 一语低头 便看见他直直地盯过来 泛着莫名笑意的双眼 你虽有时笨了些 傻了些 可是这样很好 真的很好 他这奇怪又难懂的一句话 却让一语忍不住 勾起了唇角 转身轻哼了一声 朝着门口走去 一语同卢志回了 归艺房的宅子 和卢氏一起运过午饭 又在家中磨叽了一会儿 才被卢志给拉走 送上了回密宅的马车 马车上 一语一个人静下来 便有咸语 想起了某些早上 被他暂时抛到脑后的事情 长孙希和李太 最初听闻这两人有关 还是从卢志的口中 在他到国子间念书前 经中就隐约有了 李太同长孙希的传闻 对于李太 属一年仅十二岁的长孙希 不愿先迎娶侧妃一事 那时的她 是当成笑话来听的 可此刻 因着她心情的变化 还有早上长孙希身上的香气 想要淡定地面对 似乎有些困难 她是理智和感性 各站一边的人 从十月十一日 一笔开始的头一天 那一晚她发现了 自己对李太有好感 到此时 其一一笔是结束 这将近五日的时间里 她的感性一直占着上风 多数事情是由着性子来的 在对待李太一事上便是 可早上从长孙希身上 传来的淡淡香气 却将她太过冒头的感性 熏散了不少 理智让她有些心惊地发现 那夜 她明明想好要冷静 对待这份初识的情感 在暂时不放弃的同时 亦要抑制她蔓延 但这五日来 她却由着性子 只顾品味这两世 头一份的心情 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 不由皱起了眉头 眼下看来 长孙希和李太的关系绝对不仅仅是谣传而已 她对她亲近的态度 她今日身上的香气 这为数不多的线索 却让她额头冒出些许的冷汗来 若这两个人的事情是真的 那她家的中间又算是什么 在李太和长孙希的关系暧昧不清的时候 她却与她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朝夕相处 甚至屡屡有亲近之举 因着她带自己的那份不同 就有些昏了头不成 马车行得很稳 车中的一玉紧闭着眼睛 开始一渐渐地反省自己过于感性的举动 马车停在秘宅的门外 车夫轻唤了一声 仙帘的同时 似乎听到了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偷偷瞄了一眼 弯身下车的一玉 只能从这年岁不大的小姐脸上 看到一片平静之色 一玉进到宅内 在花厅和小楼前的院子中 只见到了一两名下人 没有银箫和阿生的身影 她又看着斜对面门飞紧闭 不像是有人在内的书房 抬脚走向了小楼西屋 昨日她回来的就很早 平通和平慧摸准了时辰 她进门后便奉上了七好的热茶 在这大通天的 从外面回来 再没有比热水洗过手脸 喝上一杯热茶更舒服的事情了 一玉夸了两个贴心的丫鬟 便问 王爷没有回来吗 平通将手上的点心盘子 在她身旁的桌上放下 没有 不过李管师在半个时辰前 回来过一次 吩咐过 若是小姐回来 让您莫要练剑 先看看书什么的 吹头静候在另一侧的平慧 听平通这么说 突然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脸上带着些许不解 被平通暗瞪了一眼 又低下了头 两人的小动作 刚巧落入了一玉的眼帘 平慧是怎么了 被点了名 平慧先是小心地看了一眼平通 而后耿着脖子对一玉道 李管师的原话不是这样的 嗯 一玉盯了一眼 还要再使眼色的平通 就听平慧道 李管师说 说王爷吩咐 让您回来以后 莫要使性子练剑 再上了手臂 没人管制 平慧将阿生的原话学了一遍 一讲完 平通便扑通一声 跪在了一玉面前 道 弄逼该死 不该欺瞒小姐 请您责罚 一玉和平慧都被他吓了一跳 平慧赶紧也跟着跪了下来 一玉来不及戏品 阿生的传话 对跪在地上的两人道 我这还没怪你呢 怎么就跪下了 快起来快起来 平通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他 见他脸上虽没笑容 却也没半点生气的样子 便不麻馋 拉着平慧站了起来 好了 去研磨 既然不让练剑 那我写字组成吗 一玉并不怪平童的隐瞒 阿生那话听起来是有些奇异 平童心想说给他听 肯定是要让他不高兴的 不如把话给改一改 意思到了就成 阿生的话 一玉听懂了大半 李太的意思是怕他练蛮剑 像上次那样伤到肌力 听不明白的部分 是他因何觉得自己会使性子练剑呢 上午的比试他好像没出什么篓子吧 哪里就像是需要通过练剑来发泄的样子 小姐 平童和平慧将客厅的炉子移到了书房 出来唤了一声正在垂头思索的一玉 一玉收回了思绪 跟着两人进了书房 坐在书桌后铺着软垫的椅子上 接过了平慧递来的毛笔 站匀了墨 落在眼前的纸面上 李太是在半下午 一玉练了半个时辰字 又翻了会儿数数课本后才回来的 一玉正在纸上推演着题目时 阿生到西屋来换人 要他到书房去 他不慌不忙地静手 又在外加了件披风 才跟着他出去 一进到书房中 便闻到了淡淡的熏香味 这原本已经算是熟悉的味道 让一玉的眼睫轻抖了一下 若说长孙熙身上的香味 和现在他嗅到的有什么不同 那便是不如这陷燃的香气尘 不如这陷燃的香气飘得远 仅在他们靠近时 他才嗅得到 殿下 李太正坐在书桌后面翻看信间 听闻门飞响动 仅是抬头看了一眼 便又将目光收回 伸手指了一下软踏处 先坐 一语应声 没多看书桌后 那身带着清冷的人 静止走到了软踏边 拎着披风摆坐下 并没有将其解下 他盯着踏侧的炉子 脑子里回想着 刚才在屋里 未做完的九宫题目 一刻钟后 李太将手上的东西 随意放在了书桌上 起身时 椅子从地面轻微的摩擦声 打断了正沉浸思绪中的一语 一语暂停了脑中的演算 站起身 对着站在书桌边的他 行了个规规矩矩的谢礼 若非您指点 今日比试 我怕是要垫底了 多谢殿下 李太看着刚从垂头发呆状态 回复过来 正经地向他道谢的一语 道 上午的比试 虽最后负了 但能赢两局 以不枉你前些时日的用心 一语听出他话里的安慰 突然有些明白 平慧先前学话里面他的意思 所指是他上午赢了两局 却在第三局输掉 会因此心有不渝 他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 心中忽有些好笑 他扯了下嘴角 坦言对他道 我出色奇异 能不做垫底 已经是心足 李太副手绕过了书桌 走到他身前三步处停下 有我指点 今日这快起 若非第三局对上他 你仍能赢 一语本来还心平气稳的 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有些不舒服 但他嘴上还是淡淡地硬当 长孙三小姐奇异精湛 非我这半吊子的水平可比的 李太略察觉到 他今日有些不同的态度 眉头微皱 低声道 为何要妄自菲薄 他比你学奇得时日长 奇异比你好事应当的 你若早处此道 不会比他差 嗯 你欲眨眨眼 看着神色平淡的李太 说出这两句话 刚才的不舒服 消散了不少 我是因您指点 才能进步得如此之快 若是换成寻常的学法 不知何年何月 能尽一如此 他说这话 本意是客套的鲜虚两句 却不想竟勾出了李太 这么一句话来 他的奇异 亦是我所教 心中一突 经中关于李太和长孙熙的传闻 又浮现在了他脑中 他暗自苦笑 这是他第一次 在他面前提起 他和长孙熙的事 虽然只说一句话 却很难不让人浮想连篇 原来是您教的 一月轻笑道 李太不知他心中所想 俯身在踏边的茶岸上 倒了杯茶水自饮 而后继续道 不过是闲来无事 打发时间罢了 刚才还觉得自己明白的一遇 又糊涂起来 犹豫地问道 打发时间 李太清恩了一声后 没再多说 从一遇进门后 便像隐形人一样 安静地站在门口的阿生 将两人的对话听在耳中 又偷偷地描过去 将两人之间奇怪的气氛 看在眼里 疤痕已经淡去的脸上 一会儿急眼 一会儿撇嘴的 一欲压下因他几句话 便有些混乱的思绪 张口道 殿下可是忙完了 那到院中指点我练剑吧 不管他心思如何 不管他和长孙熙之间 到底有什么 都不是他现在该考虑的事情 明日既是设意比试 抓紧时间多练一会儿 也是好的 李太点头 将茶杯放下 阿生打起了帘子 看着他们俩走出去后 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夜晚 一欲从东屋回到自己房间 打发了两个丫鬟出去守着 在屋里将剩下几日分量的梦言解药 配置足够 然后他洗漱完 静躺在床上 睁着眼睛望着头顶的沙杖 足足半个时辰才闭目休息 第二日 一欲在房门外 平同的幻生中醒来 应声后 两个丫鬟进来服侍他梳洗 换上一件干净的墨灰长服 平慧在一欲的要求下 将他的头发牢牢地在脑后梳起 发绳缠绕了很多圈之后 才用浴簪固定 领出门前 他一个人在李卧的床边坐着 膝盖上和身边 各静静地躺着一只红色的木盒 里面装的都是设意用的纸套 一支是卢智送的 一支是李太匿名所赠 将膝上的木盒打开 看着盒子里面戴着白色团点的纸套 一欲的心情 同那日在设意阁初见他 在一笔头一日见到他 大有不同 想来 若不是这一副纸套 他也不会明白自己的心思 还平白地昏头了几只 摇头无声地笑了笑 一欲将膝盖上的盒子 盒上塞进了床里 又拿过了一旁的木盒 装进了书袋中 走出房门 李太今日会去关笔 像前几次那样 将他送到了学宿馆后门 一路上并没有说几句话 直到到了地方 一欲一脚已经踏出了车门时 突然被他伸手抓住了左腕 一欲被他抓得手腕一麻 嘀呼了一声 却见他递过来 本应挂在他肩上的布袋 断掉了 李太松开他的手 一欲这才看见 书袋的袋子 从连接布袋的地方断裂开来 应是这样 他下车时候 才没觉察书袋没在身上吧 他无奈 只能将布袋搂在怀中 向李太道了别 转身之后 便轻轻揉着发疼的手腕 暗自嘀咕了几句 朝着学术馆的后门走去 一欲看着不远处 卢志一个人从马车上跳下来 盼着脑袋朝车里看 却没见卢氏的身影 娘呢 带他走到身边后 一欲疑问道 卢氏昨个说今天会来关笔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